所以我有篇文等骂陈茂波, 本来那篇文不是写过一件事, 突然间我都用了个几钟整篇文改了它骂陈茂波, 为何呢?在六月初陈茂波分别有一个是他自己网志, 再加上他在立法会经济事务委员会 跟议员交换对经济发展,经济版图的意见, 整个过程中原来陈茂波都不知发生了甚麽事, 香港第一个你说疫后经济复苏是讲笑, 究竟何时是疫后呢?现在根本定不了案, 现在你在英国,你在智利又或者俄罗斯见到, 他纵使有百分之六十人以上打了疫苗, 或者因为他染疫,他爆得很厉害, 染疫而有中和抗体,即是说他理论上群体免疫已达到, 但原来疫情一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即刻爆过, 即是说经济活动长期会受影响, 这位陈茂波还在哒哒哒哒觉得打完针 就会有传民免疫,就会解决疫症, 这根本不是事实,香港航空做了一个非常一巴掌挂到陈茂波, 香港航空亦在最初同时决定解散快地勤人员, 他都不再做民航,只是做货运, 因为他看不到民航在2024年之前会复苏, 即是由陈茂波所讲,香港是很快疫情会过去, 而疫情过去之后很快经历复苏这根本是废话, 而香港现在靠着就是糖水滚糖鱼, 或者国际的糖水滚国际糖鱼, 现在讲的是香港股市金融操作, 包括借贷,包括公司融资,包括股市, 包括借市安排,在过程中香港收回服务费, 这亦很担忧,如果全球企业利得税降低, 香港作为其中一个全球交税中心, 生意不是在香港做,可能在曼加拉、印度、 在马来西亚、泰国或越南甚至菲律宾或中国大陆做, 但就来香港交税,目的就是为了省税, 经一经香港,省税, 但当全球税率平均到15%,香港就无竞争力, 他们在越南交税或菲律宾交税, 变了不会有分别,就不需要交多很多税, 变了香港作为税收,经过税收, 因为这样而令到香港政府有一个公共资源公帑收入, 同时间因为税收而吸引一些外资来香港设立总部, 而养了很多香港人在商业上, 包括在法律上,包括在会计上, 包括在公司服务上的生意, 或一些包括就业都会出现打击, 即是说香港除了疫情会出现问题, 跟着如果税率改变, 全球税率改变香港是首当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受害的经济体, 而跟着还加上疫情如果不复苏, 整个经济版图会改变, 香港究竟何去何从呢? 陈茂波完全无想过, 完全无交代任何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案给香港, 就算河套区你说香港要做这个, 其实陈茂波无讲, 但中联办有讲, 或者中国在北京开的两会有关专家会议有讲到, 他讲到香港在大湾区角色不再是之前所讲做航运中心金融中心, 因为这两个你无出口何何运, 你如果无再税率不低金融, 不会有,也不会是国际银行中心, 银行也未必愿意再投一个高成本在香港继续开Bunch, 这些小银行可能会生个Bunch, 几个银行合作做一个代办银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结果香港在金融业或者甚至乎在出口业转口业, 即是韩运业都会萎缩, 即是说上面看到, 不是政府看不到上面看到, 在两会专家会议讲香港要行高科技, 讲STEM,香港人最简单, 他讲STEM其实是讲给香港父母听, 最在地讲给你听要行科技, 什麽叫科技你不明白,不是讲生产晶片, 你要在科技方面找一些新方法出来, 自己找一些投资做一些初创, 想想怎样用科学科技出口去做到生产业, 可以令香港生存到, 其实河套区那四百公顷土地, 就是讲这件事, 你雕空了整三十年了, 香港回归之前地已经在, 香港回归过程深圳让香港给香港, 结果香港放在那裡不用, 那个地方如果做一堆不可以高科技, 一些有科学性生产, 譬如人名式技术, 香港原来大埔工业区有, 大埔的一个数码港是有的, 或大埔的一个科学员是有的, 我们可否在河套区做低价生产, 不要将河套区变成一个高价生产基地, 是将河套区的生产成本压低, 这不是陈茂波应该做的事, 是怎样将那四百公顷土地, 是低价建成本, 由政府低价建厂房, 不是好似现在大埔和白石角的科学员那样, 用几十元一尺租给人, 我在九龙在弟子角都不用因为价钱, 我为何五十元四十元走到你这个, 你这个白石角这个坍卡拉租厂房, 香港应该想怎样可以做到低成本厂房, 就算香港政府资助也好, 是令香港重现出一些不是劳动密集的, 是技术密集型的一个生产, 包括跟大学合作, 令大学也可参与一些科学研究, 令香港生产到一些货品可以输出世界, 可以赚到一些钱, 这样才是香港经济转型, 这样才利用香港现在的一些优势, 包括可以令香港人就业, 不是继续等它自身自灭, 等它金融业会复苏, 香港就逆后会复苏, 这些废话说出来像绿音机那样说, 其实全部都不会是事实, 可以这样说香港其实面对着非常大危机, 逆后复苏不会出现, 或者很迟才会出现, 逆后复苏时国际税务环境改变的话, 香港是首当其冲, 即刻会令香港的银行业, 国际银行中心, 甚至乎香港金融也受到打击, 跟着另一方面, 只要中国在国际出口方面, 是越来越生产成本相对高, 即出口价格越来越高, 就会慢慢慢慢将出口变到越南, 现在其实越南已很蓬勃, 可能去印尼,去菲律宾, 去巴士山,去苏丹, 阿塞和比加甚至去到西非的尼亚利亚, 如果这样發生的话, 香港的出口转口和航运业都会萎缩, 即香港整个经济本身的支柱产业全部出事, 那陈茂波这些完全无目光的人, 真是如果他在座财上的位置, 即财长的位置,香港真是无人走, 可以简单,第七位, 林郑月娥第一年由第一位到第二位, 第三年由第二位到第五位, 第四年由第五位到第七位, 即是刚好,可以想像, 当如果香港在低税率裡面, 不是作为一个全球竞争主要的走断的话, 即全世界的税率都低的话, 即营商的税率都低, 乡竞争力会大跌, 即可能断几十位跌, 这可以说肯定一定出现, 而陈茂波说资金无走, 其实资金有不来进出的, 只是余额无走, 因为你不断中概股上市, 引对外国资金来香港炒作, 包括债市在内, 不是代表资金有信心放在香港, 只不过资金仍然高流动地进出出香港,